第五次上課 那上個禮拜大概重點再回顧一下 基本上的話就是用那個103的那個範例 然後把那個數字跟英文字把它提取出來 當然本來是算幾個字 幾個數字 當然如果你可以把那個數字拿出來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的數量給算出來 基本上這一個部分 用那個VBA部分是比較恰當的 比較相對是比較簡單 那如果你用函數的話 當然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當然我們用TrackGPT產生的那個公式 它給的通常都是用最新版的那個函數 那個函數的話 在我們現在這個版本是不能用的 我們現在 我們這個版本是2016的 201都是不行的 所以很多狀況的話呢 那我們是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函數的公式 利用TrackGPT可以幫我們產生VBA的程式 所以其實未來有的時候如果有相容性問題 我是建議你是可以利用那個 這個這個就是TrackGPT可以幫你做轉換 那上個禮拜我們又講了一個叫就是 把複選的那個Google產生的那個資料 它裡面都是複選題 然後中間有豆點 那如果我今天呢希望把它分割出來的話 那這個部分呢當然 可能也只能用那個VBA來完成的 因為如果用函數的話 那可能要突發煉鋼做很多事 所以我最後我們把那個複選題的部分把它完成 OK 那最後的話呢再利用Conif做一個計算 那Conif的重要性其實還蠻高的啦 以後如果你要算它的數量的話 如果不用Conif那真的很麻煩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呢 解決那個如果不確定的刮弧數量的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我們一樣用TrackGPT來解決 因為那個程式寫出來相對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我是建議如果假如 至少我們到這個上次上課為詞啦 理論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其實還是要必須搭配VBA 那VBA大概兩種形式啦 一個是Function 一個是SARB 用的比較多可能是SARB啦 那後面的話我們可能也要試著自己稍微 會懂得會寫一點簡單的吧 然後如果你有VBA的簡單的相關的素養 我覺得你將來在使用VBA上面 就比較不會擔心不會害怕 OK 而且TrackGPT給你的程式 相對你也相對比較看得懂 現在最怕的是說它即便給你的程式 你也不知道要怎麼改啦 有的時候可能會出現一些小錯誤的話 那你可能看到那個錯誤完蛋了 其實有的時候只是稍微微調一下 或者改一下 好像最常發生的那個問題 通常是那個什麼 它會指定This Workbook 這個工作部的那個什麼 哪一個工作表有沒有 它通常好像會只續著1 可是實際上我們的工作表名稱 通常不叫做續著1 可能叫工作表1 或者其他名稱 那如果你看得懂那個程式的話 那你就改一下就OK了 問題就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後面一樣 我們會先看第四個單元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按照那個我們的範例有沒有 第一個單元 這裡有沒有 自己的範例 然後請各位先看一下第四個單元 數學與統計相關的函數 那延續上個禮拜 我們用到一個count if 函數 所以待會請各位 也許看一下這個最後一個範例 叫用count if 算一下那個樂透彩的中獎機率 這個範例的話 我們會需要把兩個年度的資料 所謂的開獎記錄 做一個機率的計算 所以我是希望說 因為樂透彩的規則是這樣 它號碼是1到42號 然後它的那個開獎 基本上是 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所以呢 總期數的話 就Ctrl向下 Ctrl向下你會發現 100年的話 它到100列 所以扣掉第一列的藍的話 那總共有99期 所以99期的話 每一期的話有7個號碼 所以換算下來 這邊total總共有693個號碼 有沒有 等於是7乘上99 有沒有 所以這麼多號碼 那我想知道一個答案 就是這麼多號碼裡面 到底1號到42號 到底開出的數量是多少 當然你先不要講 可能不要想那麼複雜 先不要看機率好了 我們先看數量好了 比如1號 在100年呢 到底開出數量是多少 然後呢 依實類推的 那你有數量之後 你要算機率就簡單了 OK 那一樣的道理 102年怎麼做 然後兩年的機率加總的排名 到底誰的機率是最高的 OK 那我大概如果啦 我假設我想要做一點這個 買那個一個未來好了 想要這個花最少的錢 可能得到最高的中獎機率的話 那當然啦 最好是能夠號碼出來的機率越高的那些號碼 你就選 然後呢 不過重點我們不是 那個 不是算名牌啦 OK 我們主要是知道 它的 數量 那數量當然你不是說 1號出現幾次 你又自己慢慢看的 慢慢算 那當然一定是 第一個 這個效率一定非常不好 第二個的話呢 一定會算錯 我發現這應該是很難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算這個統計機率 我們先不要 數量的話 那第一個當然你會想到哪個函數呢 就是上個禮拜講過的 統計類裡面有沒有 這個函數太重要了 如果你不會的話 理論上你應該很多事情會很難做出來 conif啦 那當然conif相關的函數其實還蠻多的 包含就是count 其實conif顧名思義啦 應該是count加上if這兩個函數 所產生的一個新的函數 有沒有 所以呢 conif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算某一個範圍 特別重要 這個關鍵是數字的數目 所以你給它一個範圍 它會告訴你那個範圍裡面有多少個數字 OK 記得喔 關鍵是數字 那你說conifA跟conif有什麼不一樣 conif的話呢 是數字有沒有 可是conifA的話呢 它是非空白 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它裡面放的不是數字 它只要有資料 它就幫你算加1啦 OK 那conblank 顧名思義 blank是空的 也就是那個儲存格的數量到底有幾個 空的喔 特別是沒有放資料的部分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統計某個範圍 到底哪一些空白的部分有多少個 那你可以用conblank 那其他還有conif啦 所以if的話 顧名思義會有兩個 應該是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哪個範圍 第二個參數是什麼條件 if的話會有條件 那底下的話有個conifS耶 那S顧名思義啦 就是你條件不只一個 所以if的話這個是一個條件 這個crateria是一個條件 如果你假設有多個範圍多個條件的話 那你可以用conifS這個啦 所以其實這都一串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想要了解的話 最好是可以整個都通通了解 其他大概就這幾個啦 那所以呢 我今天希望能夠算什麼 算101年1號出現的數量就好了 con喔 con的算數量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 range 所以你看到range一定是範圍 範圍一定是那個101年 所以喔 不過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它跨工作表 所以你點的話先點一下101年 有沒有 它會出現什麼呢 出現一個前後雙銀號啦 這個表示是一個文字 這個文字就是它工作表名稱 後面加驚嘆號的話呢 指的是驚嘆後面那個範圍喔 OK所以前面是工作表 後面是範圍 中間加一個驚嘆 這固定規則喔 那接下來的話請你把D2 選到J2啦 反正你就把它整個選起來 可是整個選 我不建議你用那個滑鼠這樣 向右拉 然後向右 為什麼因為這樣的話 很容易拉一拉去過頭啦 所以我是建議 我的習慣是 先點選D2 一直往右拉 拉到J2之後有沒有 然後再control shift向下 這樣的話呢 比較不會出錯啦 OK 比較穩定 比如說你每次選到 底下又拉過頭又拉拉去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再點下面一下 條件 條件的話就1號 它就幫你算出來 有沒有 在這個範圍 不過你會發現 你給它這個範圍嘛 它會出現一個大瓜糊有沒有 其實大瓜糊在那個 以色友裡面就是正列啦 所以喔 其實正列指的就是一個範圍 有沒有 所以概念這個滿階級 上禮拜我們也有用到 那個正列的概念 好 那只是說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的話呢 有一個部分 一定要把它鎖起來 不然呢 它這個範圍會跑掉 有沒有 D2到J100嘛 那2跟100 向下填滿它會加1 可是我不能讓它加1 所以記得呢 請你在2跟100前面 加一個錢的符號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可以直接幫你把它向下填滿 有沒有 你可以看 這個101年哪個號碼 出現的次數最多 你可以看得出來 大概22好像最多了 22好像比較多 然後呢 再來就是102年 不過102年 如果你假設101年做啦 102年其實如果假設你不想要重做 其實改一下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這工作表公式好像一樣 只是這個名稱改成102 還有D2到J100 這100嗎 看一下 這把它Ctrl向下 不是耶 它到J的105 所以你改一下不就OK 所以喔 如果你要算102年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複製這個公式 記得喔 複製完之後取消 才能切過來 然後把它貼上 那只要喔 我是覺得這樣比較快 把101改成102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J的105 按打勾 這樣的話 102的數量也就算完了 OK 所以兩年啦 所以你假設希望知道 到底這兩年喔 哪一個機率是最大 把這兩個數量加一起 然後你就可以排名了 排名的話 當然再來就是用什麼 用Rank 一樣是統計類裡面喔 如果你要算哪個第一名的話 當然不用眼睛看 或者是你說重新排序 重新排序資料會亂掉嘛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用統計類裡面的Rank.eq R開頭的Rank.eq這個 那這個函數的話呢 它其實也很簡單 總共給三個參數啦 有沒有 第一個是它的合計數量 第二個如果看到REF 按確定好了 它的數量 第二個是REF是它的 它要跟哪個範圍 所以REF通常呢 指的是參考的範圍喔 那英文名稱就是Reference Reference 通常指的是哪個範圍喔 就是第二到第一的應該是43吧 所以你點下這裡 游標放這邊 一樣按Ctrl Shift向下 那再來的話呢 Order部分喔 通常我會把它用省略啦 為什麼 因為0或省略喔 以D減方式排序 什麼意思 D減就是說 它的合計數量越高的放上面 所以我們高的第一名嘛 低的最後一名 那當然就是用所謂的D減方式排 那這個就OK了 所以理論上 我都把它省略啦 因為你打個0 好像還要多打一個東西 你乾脆就把它省略掉 這樣參數看起來也比較單純 然後按確定之前 可能還要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因為等一下一樣會向下填滿 欸 那你那個參考的範圍喔 有沒有 這個D2到D43是固定的嘛 所以記得2跟43一定要加上前的符號 OK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加的話 等於是你下面的範圍都通通變成跑掉了 你想說這個排名怎麼排錯了 實際上就是因為忘了鎖 OK 把它加一下 這樣就OK了 不過啦 你會發現很多好像都同樣名次的 第一名好像很多個 為什麼 因為這個部分 所以我是建議待會可以把它改成機率啦 不然這個數量好像同名的機率太高了 所以待會可以把它改成 機率很簡單嘛 機率的話就是齁 再把它除以什麼 所以它全部的號碼的總量嘛 所以總量應該是693嘛 對齁 不過你說老師我打了693也可以啦 只是說那693當然感覺還是你人工算出來打上去的 欸 所以如果假如我不要人工算 我要用什麼 我要用那個 就是自己用那個函數算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函數嘛 還記得吧 我們剛剛不是講到一個 統計類裡面不是有一個叫count 其實或者count a也可以啦 因為count的話是算數字 剛好那些都是數字 有沒有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就給它一個範圍 就是110年 101年的這個範圍有沒有 就是d2到j2 control shift向下 得到也多少 693嘛 應該沒錯啦 那當然你就是直接的 把這個公式 直接再放到這邊 用除的 也就是1號出現的數量 除以全部的數量 那就是它的機率了 OK 所以喔 那你說老師那個counts那個 跟count if好像很像 有沒有發現 count if就是 如果沒有if的話 就沒有第二個條件 所以其實我也沒有一個偷懶 怎麼樣做 就是把這個公式 加一個除號之後把它貼過去 然後把if跟那個第二個條件 第二個參數呢 拿掉其實就是counts OK 所以這個有點偷懶 那如果你知道原理原則 大概就OK了 有沒有 向下填滿 這樣就有了 有沒有 那102年的話一樣 所以這個 把這個複製貼過來 然後中間加一個除號 除以它全部 然後我們就把if拿掉 然後這個第二個條件也拿掉 這樣子打個勾 這樣子就機率就... 不過你看牌名有變動 因為這樣算下來的 總共的total的機率 這個就不一樣 因為比較細一點 好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排名這邊有了 所以剛剛第一個 先用幾個公式 第一個是count if 先算數量 再除以它的總共的 這個全部的號碼數量 一樣這個一樣 合計就兩個相加 排名的話就是rank.eq 試試看 那畫面呢 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喔